我們在開始之前還需要了解一個有關於 因為我們要做影像處理會跟什麼有關係 這個有關係 尤其你要做海報是要印比較大張 一般我們在網路上的就是那個圖片 因為他不是要印刷用的 或者應該講我們在螢幕上呈現出來的包括影片 他都不是要印出來的 所以一般來說解析度不用太高 可是如果你要印比較大張 尤其你要印大張海報的 那你就要稍微留意一下 這個會跟什麼解析度有關係 因為我們影像處理有分兩種 一種叫做點證 就一般我們講的照片 有沒有 他就是 由像素一個點一個點所組成的 這叫點證圖 另外呢 另外那一種是什麼 各位都有看過fetch對不對 fetch為什麼他以前會流行 因為他是向量的 向量的他就是算數學 算數學 所以說他兩點乘一直線 那這一點跟這一點 乘一直線 可是我把他拉長之後 這兩點還是乘一直線對不對 可是數學重新運算一次就好了 所以 向量的沒有解析度的問題 你要放大縮放 放大縮小都沒關係 所以這個跟我們 自行也有一點關係 我們現在的自行 是放大縮小都不會 不會有那個以前的所謂的那個巨死狀 但是如果你現在去那個便利商店 或是 某些地方消費不是有開發票嗎 啊不是有 登登登登登 有沒有聽到那個 不是把收音機打開的聲音 是他在敲打的時候那個是點證的嘛 所以那個字是比較醜一點 你會很明顯看到有那個巨死狀嘛 那個就是我們講的點證的就是 以前這樣一個一個敲出來的 那向量就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自行都是向量的 那 圖形也是一樣 所以呢 如果你 今天你要做比較大張的 假設你要拿去輸出 用向量的 是一種方式 那用點證的話 就要特別注意一下 有關於他的解析度的問題 因為解析度太小 會怎麼樣 會變馬賽克 對不對 有些人也許有洗過到馬賽克的 糟糕怎麼 洗出來不是那麼清楚 就是因為你的解析度不夠 解析度不夠 那我們稍微看一下 這裡 好 進來之後呢 我們稍微簡單看一下這個 在這裡 基本上橡樹 你放到最大就會像這樣 一顆一顆的 好 我們再往後面看一下 原則上呢 我們的橡樹 是這樣子的 這一題 這個 先不講 先跳過 因為等一下要考一下各位啦 好 那 這裡呢 我們的解析度呢 一般有兩個單位 一個是用在螢幕上的叫PPI 另外一個 大家比較熟悉的叫DPI 也就是說 我們的一個什麼 應酬裡面有多少點 其實簡單講就好像我們的那個體積 面積一樣 你的點越多代表什麼 好 這個 東西越多的話 代表說它印出來的品質會越好 如果太空洞 太疏鬆的話 印出來就會比較 模糊一點 就比較模糊一點 所以這樣子呢 各位就可以先稍微有一點點了解 那這個呢 我稍微 給你看一下 我一個 印錯裡面有多少點 比較多的 看起來有沒有比較細緻一點 類似像這樣你就可以比較清楚了 那 那一般來講我們如果要在螢幕上做輸出 通常都是這個解析度而已 都是這個解析度 那如果你想要用在我們一般的印表機 我今天有帶印表機來 上這種課都要在印表機 所以等一下印完可以直接輸出 還要教練習檔 你不知道喔 你以為今天來這邊就住在這裡 拍拍到回家拍拍屁股就走了 拍誰 要讓你教練習檔 這樣有沒有後悔了 早知道就不參加了有沒有 再來因為我們也都有在寫書嘛 以前都有寫書 如果你要用在雜誌的印刷 比較精美的 就要至少300dpi 最少啦 300dpi以上 所以 這個是 你用點證圖的時候 需要注意的 那你有沒有想過 奇怪 你拍照的時候 我們現在不是都幾百萬 甚至上千萬像素嗎 你的相機啊 那他有沒有解析度比較高一點 沒有 那沒有的話 就要想辦法 把什麼 尺寸變大一點 什麼意思 來 要考考各位囉 來請你來這邊 您進到任務這邊來 有沒有個延期相關講義 好你把它打開 我前面這裡 有兩題要問一下大家 看你到底 有沒有證實 沒有證實 至少今天玩 也會 比較厲害一點 第一個 我們常常聽到 影像的解析度 有沒有 解析度是幾百萬像素 請問 你當初買相機 相機或你的手機的時候 有沒有特別關注過這個數值 你只有在意他的高低而已嗎 老闆最好的撐出來 我先看看 他到底怎麼算出來的 是 相片的長側寬 還是可以列印的大小 檔案的大小 哪一個 你把它選好之後 上面這裡 因為我已經回答過了 在上面這邊有一個要提交結果 有沒有 在這邊 你就可以送出 那你如果要回答下一題 你可以直接按這個 也可以從這裡直接跳 這樣了解嗎 好 那第二題呢 順便考一下大家囉 因為我們今天會有影片嘛 那你要做影片 也要稍微了解一下 影片的尺寸 影片沒有 剛剛DPI的問題 但是 他一樣有解析度 就是那個尺寸 好來我們看一個這個 YouTube大家都看過對不對 但是呢我們給各位看一下 重點是這裡 他有沒有所謂的畫質 對不對 那你知道這個畫質 這個數字 我們可以很清楚知道 數字比較大 品質是不是比較好 但是他代表什麼意思 你們不能每次都這樣 都叫老闆 最好的拿出來而已 你要知道他的原 那個啊對不對 來我們看一下 請問有沒有看過比480還高的 有啊 來我找一下 4K 試試看 現在有什麼 8K 現在最高 網路上你可以找到 應該是8K的 你看我找到一個對不對 來我們看一個 重點不是看內容 重點是看這裡 你有沒有發現什麼事情 當我超過某一個數字之後 後面都叫HD 對不對 好 那這個數字代表的是什麼 代表的到底是我們的 影片的 寬度 還是影片的高度 還是你覺得我介紹這麼多 應該有陷阱 一樣啦 好了之後你就按提價 好不好 我等各位一下 現在大家都回答完了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題 正確率剛剛看一下 還算不錯 有超過一半 那你應該就知道哪一個才是正確答案了吧 哈哈哈 有超過一半的 就是下面的長層寬 所以說 你 會發現 我們的 幾百萬像素 從怎麼算出來 就是用這個 很久沒有用過的一個 東西 就是小算盤 但是不用用它工程型 不要浪費人家的 版面空間 假設我是 300萬像素 大致上是2048 乘以 1536 當然每一台相機 它那個感光會有差一點 所以 請問這樣是幾百萬的 有沒有是300萬的 它不會是剛好整熟啦 它就取一個整數這樣子 所以如果是500萬它可能是490幾 或480幾 就號稱500萬 很了解 不一定說一定 足 有時候可能差一點點 所以 我們現在呢 相機怎麼樣 越拍它的尺寸都是越大 為了什麼 因為你要洗出來比較大傷 台中 我們逢甲這邊也有婚紗嘛 台中三明路是不是有婚紗接 對啊 你要洗那種 大張的 你 解析度就是像素不夠的話 很抱歉 因為它 就是96或者是72dpi 那你 我相乘之後 我們的解析度怎麼算出來 就是要除以 比如說我在螢幕上 我是72 它就除以72 你就知道說我在螢幕上出來 可以洗出來是多大 就螢幕上呈現多大 如果我是把 這個數值除以300 就300dpi 你就會知道說 我在 就是那個 2048 這是像素 我把它除以300 我就知道我在 我的什麼 螢幕上 或者是我印出來的時候 用300像素 那個尺寸會是多少 這樣大概了解那個意思 好 那這個是第1個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2個 第2個 這個正確率就稍微比較差一點 有超過比半的人 是答錯的 所以這個不對對不對 不是寬度 那 為什麼這麼多人認為老師 有這麼複雜嗎 應該沒有花那麼多心思 引導你要選這一個選像啊 只有15.6%的人答對 影片的高度 所以呢 我們看一下為什麼你覺得 會很錯愕 因為大家平常都看那裡而已 因為其實呢 你看我們這邊 我們在這裡 如果是 240 指的是什麼 320 乘以240 這個 如果你跟我的年代是一樣的 那些年 我們的VCD 就是這樣來的 所以VCD 真的很小 我以前 大學的時候 看VCD 還要加一個影像加速卡 你們 你看現在多幸福對不對 好你再往上走 360 是640 乘360 這個是一般大部分大家 看到人家把YouTube影片 砍入到他網頁裡面去有沒有 或者是那個 就是他放在裡面 大部分是這個 規格比較多 那再來呢 480 這個就是各位 也是很熟悉的 因為這是 你們看的 DVD 所以你知道DVD 為什麼 比VCD好一點 就是這個原因 齁 尺寸不一樣 再來呢 上來之後有沒有發現上來之後 通通是HD 我們一般講的高畫質的 那這個是 1280 乘以 720 那麼到了 1080以後 這個就是 1920 乘以 1080 所以一般這個我們稱作 Full HD 所以你現在買的螢幕 買的電視 基本上都至少 到這個規格 最少 好最少 那所以在上去就是什麼 2K 4K 所以你知道那高度 應該就可以求出他的什麼 寬度了吧 因為從這個以上的都是16比9 都16比9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 有沒有這樣 比較清楚了 那為什麼要知道這個 因為 你如果做影片的時候 你要知道他能夠速度尺寸是多少 不然 你拿去放在大螢幕上 萬一解析度不夠 是不是就很難看 對不對 這個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 那 現在大家經過震撼教育之後 應該就OK了 好的 那我們來 這一段 我就先到這邊